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小动物 像狗和猫之类的 它们如果上了我们的餐桌给我们吃了 太心疼了 假日的曹家只要到了用餐时刻 就是这个景象 夫妻俩一起下厨 现在外面的人吃的呀 高油啊 高盐啊 就是来压重那个口味 其实真的美食是越简单越好 全家人从四年前一起入宿 尽管一开始家里的长辈不是很赞成 但现在已慢慢改变想法 老人也不理解 然后奶奶都特别着急 就说 这个孩子不吃肉 长身体能行吗 然后我就慢慢地给他们解释 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老人也接受了 也算接受了 虽然如素 但在菜色和营养的调配上 它们也不满糊 现在就是以豆制品 然后我还在爱吃豆 比如说豌豆一类的 我就搭配点胡萝卜丁什么的 就那样做特别爱吃 我知道吃素对我们身体很好 所以告诉我的同学 还有一些好朋友 一起大家都来吃素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 素是可以也照样我们个人的赤倍心嘛 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会更 会更良性化循环 这些都是养生的嘛 何况是我们现在是素食 几乎是天天养生 入宿之后的小儿子 还有感而发 有水 有草 有花 有树木 这半是人类 坎坎树木破坏地球 造成的地球上只剩五类 希望以后的地球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大海新闻 知识美之工李立新 辽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